在紐西蘭車很少,紅綠燈很少,然後路上幾乎沒有斑馬線 在紐西蘭車很少,紅綠燈很少,然後機 在紐西蘭車很少,紅綠燈很少,路上幾乎沒有斑馬線 在紐西蘭開車 在紐西蘭如果自駕的話其實還蠻簡單的,因為大部分的路線都是直線直行,不會有轉彎轉彎轉彎 在紐西蘭自駕,在紐西蘭自駕 在紐西蘭自駕還蠻簡單的,因為全部 在紐西蘭自己開車的話其實還蠻簡單的,因為大部分的路線 在紐西蘭自己開車的話其實還蠻簡單的,因為大部分的路線都是直線前進很少轉彎的路線 那開車,那開車駕駛 那開車的,那開車駕駛是 那開車的部分駕駛是坐在右邊,靠左 那開車駕駛 那開車的駕駛是坐在右邊,靠馬路的左邊行駛 那方向燈跟雨刷也剛好相反 那方向燈跟雨刷的位置也剛好相反 所以如果你在台灣開車開習慣的話,你到了紐西蘭你就會一直打成雨刷 那因為紐西蘭的紅綠燈很少 那因為紐西... 那因為紐西... 那因為紐西蘭呢 那因為紐西蘭的圓環非常非常多可以取代 那因為紐西蘭的車輛很少 所以他... 那因為紐西蘭的車輛很少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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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那因為紐... 那因為紐西蘭的車輛很少 大部分的紅綠燈都用圓環代替 那紐西蘭的車輛很少 繞圈圈真的超級好玩 那圓環外的車一定要... 那圓環外的車一定要停下來 先讓圓環內的車通過 那... 那紐西蘭因為地很大 所以他的車速其實都還滿 那... 那紐西蘭地非常... 那紐西蘭地非常非常大 那我們車速都可以控制 那紐西蘭的地非常非常大 那我們的車速都可以開到100左右 那紐西蘭的地非常非常大 但是我們的線速最高都是100公里 所以你不能超過100公里 那紐西蘭地很大 那紐西蘭地很大 我們的線速... 那麼都是1-200公里 孫otz摩天速的最高 那紐西蘭地bau